每天在股市 進進出出 卻白忙一場 你是操盤手 還是背盤操呢 我們說方法越簡單 越好 所以我們用一條線就好了 簡單到極致 也不用量啦 也不用什麼指標啦 什麼都不用 征戰谷海20年的 投資部落客 阿斯比林 曾經也和許多的散戶一樣 只要一天不下單 就渾身不對勁 現在的他 卻提到大到自檢的投資原則 甚至於不用盯盤 只靠一招 在五年之內 就翻出了十倍的資產 真的有這麼好賺嗎 所以你等於 阿拉你等於在股市裡面 二十年了 對 二十年了 所以二十年裡面 我覺得最好 最有趣的地方 是他換他叫阿斯比林 對啊 為什麼一開始取這個名字 你開始寫部落客的時候 就是在 就寫就叫阿斯比林 為什麼 這個要耶 因為只要我認識 有在投資的朋友 因為投資越多 他頭痛的頻率就越多 你知道嗎 你自己也會嗎 我們也會啊 對啊 但很多人就是煩惱東煩惱西 我們說做任何行業 你都不會像做股票這麼煩惱 漲也煩惱 跌也煩惱 對 尤其是漲的時候更痛苦 是 對 這是我長期得到的結果 因為越跌他會越習慣 很多投資人一百塊的股票 他漲到一百一 一百二 他很難過了 你賺錢了嘛 賺錢都很想賣 對 然後本來是一天看一次股票 變成一小時看一次股票 如果你現在賺了二十趴 譬如說一百萬投進去 現在一百二十萬了 我保證你每五分鐘就想要看一次股 就想刷零數一樣 沒有是想刷一下動態這樣 對 就想一直看一次看起來看股票了 但是如果你從一百萬輸到剩九十萬 你會看一下 輸到剩八十萬 你會再看一下 然後一輸剩下剩七十萬 你就再也不看了 你選他忘掉他 是 就學著忘掉他這個 怎樣都不對 所以大家輸錢都不再去注意 都賺錢才特別煩惱這樣子 所以他就因為股市 因為股市有百優姐 對不對 對 我們就叫百優姐 我只希望可以找到的 巨頭痛 對 我希望某一天會有一個接班人 叫普拿藤這樣子 這個就有商標名稱了 可是你一開始講說你有股癌 什麼是股癌啊 股癌就是 我們那時候不下單 不是股頭的癌症喔 不是 是股票的癌症 股票的癌症 就是不下單很難受 全身都不對勁啊 所以你已經中 就是中了這個 這麼嚴重的 股票的嚴重之症 因為我們那時候 在大學的時候 那個時候最早是要打電話 才能下單 那時候沒有手機 也沒有電腦喔 這樣不如我年紀 對啊大概二十年前了啦 你還打電話去 那我們剛開戶 五個學生可以開戶 我覺得很了不起 那時候多少錢可以開戶 那個三 兩三萬也可以開戶 兩三萬也可以開戶 然後你就是要一直一直下單 你才覺得舒服 否則你就會覺得 對 因為那時候電話下單很麻煩 那打過去說 你好 我的帳號是2333233 你要報完帳號 他才幫你下單 很麻煩 那都是每天下單 每天下單 下個兩個禮拜以後 我就試著跟他講 你好 我要買一張滑棒店 他就說 休憲生嗎 我幫你買滑棒店 他說好 幫你下單 我就覺得好像VIP 他竟然聽你的聲音 就知道你要下單了 是 充實用覺得不能不下單 小路坐計程車 車司機的認得出來 認你也就不用收錢了 就對了 非人就要天天坐 天天坐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 滿國標 很好玩 會很有成就感這樣子 但是我們錢也不多 因為學生 你只能買一下 你有多少錢 當天就把它買給他玩 然後隔天一早 就把它賣光 然後盤中人再把它買回來 所以每天就只想要按下買進鍵 跟買出鍵這樣子 是 上癮的殺進殺出 最嚴重是什麼時候 那時候我們 已經畢業了 從開始玩鼓飛到畢業 也五六年了 沒有好 更嚴重 你知道嗎 所以我在媽祖當兵 我媽祖外島了 已經把我隔離到外島了 對不對 照理說什麼症狀都要治好 要減輕才對 隔離島 對啊 結果我們那個連集合排隊的時候 然後操完了 操完了 照理說大家都沒有心思想別的 剛剛打算家裡報平安 沒有我沒有打算跟家裡報平安 好朋友排隊終於拿到電話了 馬上打電話 我就說 這教育員幫我買一張滑幫店 他說你要用什麼價格買 我說我怎麼知道 我說外島耶 幫我買一張就好了 就把它掛掉這樣子 這骨外好嚴重 後面那個同袍快氣死了 因為他要打電話給女朋友 快分手了 聽到我在玩股票這樣子 對啊 就是這麼嚴重 不過我很好奇 我們剛在之前聊的時候 聊到你背景出身是數學系本科 那我很好奇 你這樣殺進殺出的時候 你的數學系的訓練有幫助你嗎 就是我們是數學系 我們大二接觸到股票這個事情 我覺得都是數字 好有趣 技術指標也是數字 當然財務分析也是數字 只是因為我們那時候 還沒有財務的背景 我覺得技術分析好好上手喔 每個技術分析都不難啊 都比我們學校的公式還簡單啊 那我就說這麼簡單 憑我們數學系的這些公式 應該可以克服才對 我從此以後就開始 每天都拿報紙 那時候一份報紙要三四十塊 很貴的報紙 然後開始每天畫線啊 看指標啊 想說可以從中間找到公式 是 然後呢找了三四年 每天都在看股票 回到家裡看股票 所以你數學系都畢業了 對啊 都畢業了然後他就 然後呢 有一天才發現 我在看股票看到一棒 我朋友說 你有沒有準備數學研究所 我說啊有這回事喔 我都忘記了考數學研究所了 你有沒有聽 記錯過有數學家賺大錢有沒有 幾乎沒有 沒有嘛 幾乎沒有 所以交易並不是公式 交易絕對沒有方法 考數學系沒有用是不是 絕對不是公式 但是後來我很慢才發現 但是我中間呢 因為我數學一直玩股票 我媽期望我們成為一個數學老師 他說你是數學老師耶 你怎麼可以整天玩股票 我就說 我知道跨考 跨考中央財經所 考過去以後就說 哇這樣太好了 我們就可以震盪光明玩股票了 我們只是取得一個 玩股票的名稱跟頭銜而已 對但是一直玩 玩了十幾年我才終於發現 原來股票是沒有公式的 你股票有自豪嗎 自豪是因為已經出了社會 我們那時候很幸運的 找到第一份工作就擔任一個 法人交易員 那時候不是交易股票 是交易期貨 以前的股票還沒有像現在可以當充 直接買進賣出 那時候只有期貨可以當天買進賣出 我買進了 馬上就可以賣出了 我又再賣出 我又可以再買進了 你知道股票還整個發作了 一天我就交易200次 等於說在那個期貨市場上一天 等於股票一年你知道嗎 那你在期貨市場一年 等於市場上200年了啦 等於我交易兩輩子的股票了 你知道嗎 所以 那強度太強了 這樣超一年 我就發現說我被盤超 那投資朋友常說 超盤好累 為什麼 因為他在看盤中 忽然漲上去 好刺激好刺激 忽然跌下來 好害怕好害怕 又漲上去好刺激好刺激 又跌下來好害怕 到了一點半收盤說 阿大好累喔 原來超盤這麼累 我說你那不叫超盤 你那個叫被盤超啦 所以你說我們那個就被盤超了 一整年 身體健康就非常差 因為你沒有辦法 那時候我們已經從 9點開盤到1點半了 所以你吃飯的時候 你知道嗎 你吃飯的時候 會有一個攻擊 叫做 就是主力專門攻擊你的胃 所以你一口飯吃下去的時候 忽然殺下來 那一口飯就噎到 就吃不下去了 所以你在一邊吃飯 一邊玩股票 那非常傷胃啦 所以那一年 身體就非常的不健康 而且那個盤如果跌還是漲 就非常傷心了 對不對 又傷心又傷胃 不過你講到這我就很好奇 你看你 不管是騎戶還是交易股票 都這麼的高強度的在做交易 然後又累積這麼久的經驗 如果現在有一個門外漢 才剛要開始投資 你會怎麼跟大家講說 正確的心態應該要是什麼 這種正確的心態 尤其是初學者 我們說給大家三個重點 第一個 你要先接受虧錢 這很難 很多人都怎麼樣 他研究好久 他賭定穩賺 他才要下去 對啊 他沒有這種事情嘛 所以當你賭定穩賺 你才要出手 一虧錢你就受不了了 然後你就不會怎麼樣 控制那個風險 一輸就輸很多 我們說虧錢就叫股性 股性 股票的一個性質 就股性 就跟水性一樣 股性就是你的錢一進去 你本來一百萬放在銀行 一年就是一百零一萬 兩年就是一百零二萬 雖然很少 但是你相信他不會動 你可以每天睡覺他不會動 你一百萬丟進股票 我說你一百萬給我操牌 我一年後給你一百一十萬 就好高興喔 因為一年就十倍的利息了嘛 但是假設你看我操牌 我說一下子賺到一百八十萬 又跌到一百五十萬 一口氣賺到二百五十萬 跑到七月的時候賺到二百五十萬 年底的時候最後還是生一百一十萬 還給你 你會覺得你了一百四十萬喔 你中間賺的都沒有 賺的都認為是你的 你說阿大那中間一百四十萬 怎麼給我輸掉了 我兩百五十萬我已經訂車了 你知道嗎 沒有什麼 所以股票就是有這個股性 那股性是最難克服的 我們說你會不會游泳 小鹿你會不會游泳 還蠻喜歡的 蠻喜歡的 會游泳跟不會游泳 你知道差別在哪裡嗎 水性好不好 喜不喜歡水 不會游泳的人就是怕水而已 我剛剛在想水性是什麼 水性 不安水性 不安水性 不會 怕水 怕水 就水進去會冰冰的啊 然後你會起起伏伏啊 這就是股票就這樣 股票冷冰冰的啊 輸錢就輸錢啊 然後整天起起伏伏啊 你不能接受 你就沒辦法下水 那你 所以我們剛剛學游泳的人 你會叫他上課嗎 一腳把它踹進去游泳池嘛 對不對 只要不要淹水就把它踹下去 踹個一個月 它慢慢就會冬省 它拋在裡面慢慢就會習慣的啊 股票也是 它一開始可能是狗爬 對啊 後來就會挖市 大概就會自由市 對 所以你要教你的小朋友游泳 你試試看先去兒童池 你說 我的小朋友天賦異稟 他想會游泳 先帶到日月潭 丟下去再說 沒有這種的 就掛掉了嘛 但很多投資人就是這樣 他一開始有3萬5萬不敢玩 30萬50萬覺得我還是沒有資格玩 等到300萬500萬 這個時候才丟下去 就好像不會游泳的人 跳進去日月潭一樣 那個水性太難了 一下輸30萬 一下輸500萬 你就會受不了 所以說拿小錢 就開始做 趕快就開始做了 因為很多人都以為說 買股票要2萬3萬5萬10萬 不用 200 300 500 600 就可以了 所以你自己也是學生的時候 就開始下單 就開始下了嘛 開始習慣了這樣子 那時候你第一次下單 印象是拿多少錢下去 那時候只有3萬5萬學生 很少的錢 去當家教 賺個幾個月的錢 家教可以有3、5萬 你去哪裡 沒有累計好幾個月 累計好幾個月 算是不會準的耶 真的嗎 下次問哲青哥做一整集 對啊 所以你說拿錢小錢 趕快練習 趕快了解股票 但是那時候沒有人家帶我們 所以我們也是亂玩 但我們跟同志朋友 你要練習 你要先知道 我們那時候是為了玩 不是為了練習 你要知道 你是為了未來的500萬 在練習 好的 那你為了要有500萬的時候 你的交易 有沒有一個固定的心法呢 對你就要有固定的方法了嘛 所以 假設有人有小錢 你只有3萬 那你3萬一年賺50%是多少 1萬5而已 這個數學系的問我們 真是不是很好看 50% 就1萬5嘛 好 你1萬5對你人生 對你那時候幫助也不大嘛 就打工就有了嘛 對 但是很多人就想要用3萬賺個30萬 那你的方法就偏掉了 你3萬賺個20% 6千 但是如果你有500萬賺個20%之後 是100萬啊 所以那個時候你就要想像 賺穩定報酬率 所以我現在3萬只賺6千 但是當我學會了 是 我就可以跟人家籌措資金 或是我自己賺錢 那時候我就可以賺到很穩定的報酬率了這樣 所以你要找到一個固定的方法 而不是去賭博這樣子 是 所以你剛剛講到三個正確的心態嘛 對 但是要怎麼樣去判斷那個時機 我覺得時機很重要啊 時機很重要 所以我們說方法越簡單越好 所以如果你小朋友要學游泳 我們用一以貫之 我們說交易跟游泳幾乎一模一樣 游泳的話 你一開始教他學挖士 然後過兩天說換自由式 不行喔 我挖士都沒學好 你覺得他學的會嗎 不會嘛 挖士沒有學會之前 不要給他學第二種 交易也是一樣 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沒有辦法賺錢 那就不要用第二種方法 每一個方法 你們訪問很多投資答案就知道 每一個達人每一種方法都會賺錢 問題是那個達人都在那個方法怎麼樣 一用用了10年20年30年以上 所以我們用一條線就好了 簡單到極致也不用量啦 也不用什麼指標啦 什麼都不用 就給你一條月線 月線就好了 一條就可以了嗎 就是我們在我們的日K線的情況下 我們用了20日的移動平均線 這個當作是一個短線 我們說這強調就是一個短線交易 短線交易就是說 我們短線要在這個市場上賺錢嘛 對 那賺錢當然股價怎麼樣 要在這個20日的平均線之上 代表這個過去一個月的人都賺錢 那就是一個好的市場嘛 那你說台灣在漲 結果美國在跌 好不好賺 可能不好賺 美國在漲 但是台灣在跌也不好賺 我們說我們交易有一個 關鍵的賺錢的方法 做自創叫什麼 作弊 作弊 我們說我們今天要考台大 你是不是要答很難的題目 要答中等難的題目 對不對 你只會簡單 都上不了 都上不了 但交易怎麼樣 我難的題目都不要答 你說美國在漲 台灣在跌 那我們到底要買要買 所以我不要答 不要買就不要答了嘛 台灣在漲 但是美國在跌 那我們到底會漲會跌 不要答嘛 什麼時候我要作答 台灣也在漲 美國也在漲 你的股票也在漲 這個時候你才交易 人家就會說 你好過分喔 都作弊 全部都會漲 你買當然會賺錢啊 是 美國在漲 然後會不會馬上跌 就不會囉 美國在漲台灣也在漲 會不會兩個同時往下跌 機率就越來越低了嘛 那我們說 我們去看這個過去的一段時間 這一條藍色的就是 20日的移動平均線 我們黃色框起來的部分 其實不多喔 對不對 框起來的部分就是 美國也在漲 台灣也在漲的 都在月線 都在月線以上 這個時候才趕快把握這段時間 好賺的時候進場 對我們說 難賺的時候 譬如說這個白色的部分 美國也在跌 台灣也在跌 就不要動 就不要進場 所以你的意思是看這一條線 大概就可以做一次操作 對我們一年大概只有 三個月到六個月之間 有好賺的機會 現在六個月 我們就不打了 我們就休息了 是 可是最近在市場上面 其實不論是外資 或是平行機構 其實對於那個市場上面的指標 都是蠻矛盾的 所以19年 你真的覺得一條線就可以看大盤嗎 我說齁 很多人學了很多指標 我舉個例子給你看齁 我們指標也學了很多種 我們就說有些報告他會這樣寫 如果我去證券公司寫一篇研究報告 我說大盤在月線以上 所以我看多馬上被丟回來 這怎麼爛報告 我說大盤在月線以上 是多方格局 但是那個韓國股市開始震盪 我們要小心謹慎 KT指標在高檔 我們要有居安思維的觀念 在MACD往上跑 我們要偏多看待 講完多工都講完了 洋洋灑灑是兩三千字 三十個指標 只有第一句話最重要 對 重點是他還跟其他的平行報告 是矛盾的 那你怎麼看今年的行情 所以所有人的看法都是矛盾 但我們說看法其實很簡單 我們要找到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全球的分析師誰是最厲害的 法菲特嗎 廢的 廢的央行主席 為什麼 因為他每次都要看 他每次都要看這麼厚的報告 來決定什麼 要不要升息 還是降息 當他決定要升息 代表什麼 每一份報告都非常好 經濟往上走 他才敢升息 去打壓這個經濟 當他覺得經濟已經差不多了 已經不太會往上漲的時候 他怎麼樣 他就不升息 所以今天是怎麼樣 今天是不升息 如果他明年 他看了這麼厚的報告 他忽然跟你講 我要降息 那你就要非常小心 但是經濟怎麼樣 開始變差 股市重數還會漲 因為降息通常資金會散出來 但是如果你是看長期的人 就知道 一旦降息 全球的股市就會下跌 短線很難判斷 但長線幾乎是百分百準確 所以今年是一個 不升息的時間點 那明年可能會降息 明年還會降 所以今年就是最後的怎麼樣 做多的機會 所以看到全球股市 能拉怎麼樣都趕快拉 所以今年就是最後的風和日曆 就跟外面的分析一樣 對 明年可能就是暴風雨 所以暴風雨的寧靜 趕快 可是呢 這個是從大盤來看嘛 可是因為我們在做這個 下班機熊 我們有很多 一種是叫我們要純骨 對 一種是叫我們要做短線價差 是 沒錯 如果純骨的話 對 我們說 如果明年開始動蕩的時候 那就是純骨的好機會 你說明年啊 20年 20年嘛 如果股市動蕩 譬如說我們這個白色的時候 股市往下跌 那我完全 短線沒有辦法出手 那就準備怎麼樣 純骨啦 因為股價都在跌了嘛 他說純骨 我說我也發明一招 很簡單的方法 我們找了五檔 股票給大家當例子 好 你說我們怎麼找的 我們先找五檔 這名牌來著啦 對 幾乎都是可以買的啦 可是我有一點看不懂 像 我考考網友也考考哲星哥 像什麼G1 東友 微信 這不是我們日常報章雜誌 或媒體上面看到的名牌 保證你一個都沒有看過 對啊 可是當市場上都不注意它 它的股價會高還是低 一定相對偏低嘛 因為沒有打廣告嘛 就是雷達一下 但是你為什麼覺得它們是名牌 但是這些都沒有打廣告的時候呢 我們去看它過去五年發給你的現金 比如說像富爾特 它發給你兩塊三 所以兩千三 兩千一 兩千 一千八 一千五 因為很穩定 每天都發的差不多喔 對對對 那我們這樣五年來的平均 給你的這個金額呢 大概是一千八百多 那現在股價才多少 21塊多喔 那你就去想啊 我花兩萬一 但是我未來五年 就可以拿到這麼多錢 所以它的平均殖利率是多少 9.2 9.2喔 非常高喔 那你說這個可不可靠 我們會把它過去五年的這個 變化 用標準差 標準差就是我們Excel表裡面 有一個基本的公式啦 而且從這邊一看 一看也知道它變化沒有很大 像今年有一個最有名的公司 叫做國劇 它今年要發放四十塊的現金 你買它的股票 可以四萬塊的現金鼓勵喔 但是 它去年沒有那麼多啊 它標準差很大 它明年可能會更少啊 所以它落差很大嘛 所以你只拿一年那是假的啊 你要看五年 那你拿就看五年 最好都差不多 所以我們這五檔 五年來都差不多的 你就比較可以相信它啦 那加起來它的殖利率 可以看到都超過5%喔 超過5% 我們舉個例子 它現在殖利率是9.2% 所以我們用21塊除 假設它忽然接到訂單 或公司大成長 股價暴漲漲到42塊 那殖利率大概就剩一半 一半還剩多少 還有4.6% 4.6%還是很好的存股標的喔 所以這些標的你要小心喔 不小心就漲一倍 然後你懂我意思嗎 不小心就漲一倍 所以我們這些標的 不是像一般的存股 是只能存 只有只能慢慢熟 沒有 不小心就變標股 而且不小心就可以做價差囉 對 不小心就做價差喔 只是看你可以撐到幾%啦 那是這樣 所以阿丹你知道 東有他們是做什麼的嗎 基本上我們數學系的 就只懂數字啦 對不對 我們數字抓出來 國字就不喜歡了這樣子 對 國字啦 那些太多國字我們就不看 我們就算數字可以報酬率 所以它叫做5438啦 對 它叫5438 對 它就5438 對 它報酬率是7.9%這樣子 我們一定只要看數字就好了嘛 是 所以這幾支 你看你報了這五支名牌啊 富爾特 軍藝 東有 韋訊 跟金城 他們都好像沒有在那個0050 所設定的50支裡面吧 是 我們說我們這個都是屬於 中小型股的啦 是 那大型股要提供很高的報酬率很難 因為五彎甲的外資 都會去買這些大型股 是 所以這報酬率會相對比較低一些 還是有 但是 如果你真的是求穩定的 譬如說你資產真的是 兩千萬算三千萬 就要追求很穩定的 當然就可以從0050去挑 我說挑你不要 常常是有人跟我講說 它要分散風險 他說我買了國泰金 富邦金 台信金 華南金 金融都是純股用的啊 我說這樣都是金啦 只要金融股一出問題就掛了啦 我說你分散就要分散不同產業 分散產業有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就找龍頭股 龍頭股 水泥股就有台泥 鋼鐵股就有中鋼 塑化股就有台塑 這樣就會很穩定 那金融股就有富邦金 然後台積電 鴻海 你就多買最大間的就好了 你也不會買到50間嘛 所以你也可以從中間 50間 買到肩膀都掉下 所以可以從中間挑一些比較大間的公司 來投資這樣子 對啊 所以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如果說這樣 我們就直接買0050跟0056 那50間就好了 不就好了 當然也可以 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做法 就更簡單的做法 當然是資本要很厚對不對 對 資本比較厚 因為它提供的報酬率可能比較少一些嘛 所以必須要很高的資金 才能去投資這些東西 因為它也需要穩定嘛 但是我們資金小也希望可以學習 也有能力學習 那就把我們的方法學起來 就把這些 每一年都發放穩定先進的公司 想辦法找出來 對 然後找出來呢 照我們這個公司算 把它的標準差找出來啊 把它五年平均殖利率找出來啊 讓自己學會一技之長嘛 你說你要開個副業 開個咖啡廳 是不是要花點時間 所以你要把你的投資當副業 但是有九成的這個股票的投資人 都把股票市場當作什麼 當作澳門賭場啊 都進去想要賭一把 是 賭一把就很快樂嘛 但是如果你當副業 其實不快樂的 因為你每天都要夜深人靜 沒有人理你 你說台灣當一個操盤手的 最大悲哀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如果今天去開咖啡廳 開失敗了賠一百萬 也不少喔 但是你的家人都會支持你 他說沒有關係啦 經濟真的不好啦 你再接再厲 但是如果你回去跟你的家人說 我股票輸了五十萬 更少喔 他說就叫你不要賭 氣候這樣子 這個就沒有人 而且他認為這是賭這個字喔 你才一書起來就認為你是賭啦 所以 只有你賺錢 買車送爸媽的時候 他就會說 你做得不錯 你真的是專業投資人 這種做 好慘喔 差別好棒 投資人是很孤獨的你知道嗎 只有成功的時候才能享樂啦 所以我們必須很認真的 面對投資這件事情 不然你失敗 是不會有人同情你的啦 明白 你只能為自己負責 不過每次我們聽到名牌的時候 或存股的時候 都會要問一下資產配置的問題 因為每個人的細胞點其實不一樣嘛 對 那我就很好奇說 假設都是存股 那一百萬跟三百萬 這樣子的細胞點 你怎麼做配置上面的問題 對你說如果那一百萬以下的話 我說每一檔 我們盡量分散 你說阿大王這看起來這麼標的 哇我修肩 很多人輸都是輸在修肩 喔 太急是不是 巴菲特有一招關鍵招 就是他永遠不修肩 可是他這麼穩定 他每天也在喝檢驗他的品質啊 但是他也 每天喝 他每天喝啊 在檢驗他的品質嘛 但是他買不到10% 為什麼 他就很怕他倒掉啊 對不對 一百萬以內每一檔股票最多 只能買10% 你是80萬的人 你就買8萬就好了 那你就平均分辨到 每一檔最多 最多10% 不要超過 對 那如果你有300萬到500萬以上的 那你每檔壓到10% 可能30萬50萬可能會太多 太少 太多太多 那你就要再降低一點 你只能買20萬到30萬 買5% 台灣股票夠不夠 這麼多標的 二三十檔絕對夠的 台灣很多標題都是不為人知 所以你要存股一定要找到 沒人知道的 沒人知道才便宜 沒人知道 那我們怎麼會知道呢 聽阿大 然後看下班經驗學 你就是看 過去現金的一個比例 有標準差 對 可是存股 如果按照這樣的觀念 那能不能賣出去 我們說賣的話 我們就分兩個賣點 就第一 我們期望他給我 9.2%的報酬率 結果他給你 你給他發個3年 低太多 就發現說都發不到5% 對 不到一半 反正是說他已經不及格了 我們就把它賣掉嘛 那這樣這個時候可能會有虧喔 但是我才投資10%嘛 類似這樣 而且領了3年4%4% 也拿12%啦 是 所以可能也不會虧多少喔 對不對 那另外一種方式就是 股價忽然漲超過50% 受不了了 這個時候怎麼樣 賣一半 你如果賣全部會很可怕喔 你就會頭痛喔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賣全部 它又再漲一倍 你就頭痛了嘛 那你賣一半 你就不會頭痛 因為它再漲也沒關係 等一下啦 沒關係我已經賣一半了 沒有 你如果說 它漲賣到一半 你頭也害痛 喔 怎麼賣那麼多 這什麼不對啊 好累喔 對啊 頭痛了 這要求太高啊 對不對 他們說起碼比全賣好 對不對 然後講到存股嘛 很好奇如果要像你 大學那個時候一樣的 激進 短欠的 短波段的操作 你會怎麼建議呢 短波段的話 我們有一個習慣的操作方式 就是一線兩面 一線兩面 我複雜多了喔 對不對 多兩個面喔 一線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20日的移動平均線 絕對不敢 一條線用它個10年 那條線會活的 你知道嗎 你會講話了 你知道嗎 那一線兩面 就是加的我們的消息面 跟技術面 我們可以先看這裡 就類似這裡 好 你看喔 就像這個3324的雙紅 是 它去年的12月12日 它出現一個利多消息了 它消息面 我們說那麼多消息 我們怎麼知道這個消息 是出貨的消息 還是進貨的消息 那你就看兩個方式 第一 它是不是還在 這個月平均線之上 還在 反正主力還沒有跑 第二 我們看法人的買賣超 利多過後 法人繼續買 下面這是法人買賣超 紅色表示它一直買 那你就可以相信 這個消息後面 它還有更多的好消息 而且這消息是有 是可靠的 是有支撐的 是法人認證的啦 那如果這個消息出來 大家開始賣 你就要特別小心 舉個最近的例子 有時候像 3406的玉金光 前一陣子出現好大的利多 很有名的分析師說 玉金光 將可能取代大利光 嚇死人 大利光4000多耶 它現在才500多 你會不會覺得賺翻了 對…去鼓 它就一直漲 一直漲 對啊 它的500多 變成大利光一半就好了 2000多 會不會就賺翻了嘛 所以大家就跑去買 結果你看它剛好最高點 消息一出來就是最高點 然後就一路往下跌 然後呢 這個綠色代表法人都在賣超 你就要特別小心了 是 這個消息剛好就是最高點 而且在那個消息之前 還有人大量的買進 然後來開始 這個時候就賣嘛 對啊 所以很多人 所以說消息出來一直往下跌 很多人都趁這個消息出來說怎麼樣 全部都賣給你 是 我就深受其害了 唉唷 因為我在研究的時候 我們就買了一檔 就台妮 台妮這麼穩定的公司 全台灣第一檔耶 我竟然可以虧30%這麼嚴重 你知道嗎 因為那時候最高點 恨了恨了20% 就是55.5 他記到現在 對 我們記得很清楚 55.5喔 我就買了這麼高的位置 好 那時候出現一個消息 而且是報紙的頭條 他說我們剛看報紙 有一報紙頭條 可以很相信啊 對啊 他字音這麼大應該最相信 沒有想到假新聞 就從那時候開始了 對 因為很多人 很多都從那個新聞怎麼樣 用那個地方來出貨 對不對 所以他說核信超媒體 這麼大的公司 要在那斯達克上市 你覺得應該是 未來應該很好啊 就一買就一直跌 跌到最後我也失去戒心 你說報紙這麼好 我們應該給他相信的 就跌破月線 我也不賣 然後呢 法人這綠色的 一直賣出我也不賣 所以那次就虧得很熱鬧 那時候你有在看這個 法人賣的這個 人家說你有注意看嗎 那時候沒有 那時候就不知道 那時候以為消息面就無敵啦 不小心 不知道消息面怎麼樣 還要分辨一下啦 是 所以我們說消息面 我們可能要分三種 好 我們就考得到 我們說最近的報紙有很多種 對不對 我們來看會不會看報紙喔 要看報紙來囉 對 我們看報紙 這三個報紙 哇 都是頭條喔 工商 對啊 一個在工商頭條 一個在證券頭條 一個是一般的頭條 是 那你覺得這是哪一個消息 你覺得最好用 最好 最可以值得你拿來認真研讀 法律公目標加 外資寒武碳六 我不相信 不相信 那三月營收標高 三月營收標高 我也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應該是一個吧 蛤 搶工 但是我覺得搶工 大家都想搶工啊 可是問題是 他搶工後面 他到底是 他用什麼策略 去擴廠嗎 還是什麼的 我覺得他還沒有講很清楚 對 所以我覺得看起來都像假消息 看起來都像假消息 我們這消息是 它有分成三個種類 好 三類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類 不是真的 譬如說外資 含武碳六 他可以含九碳十 你不用犯 也不會犯罰 但怎麼喊是他家的事 所以他們怎麼喊都是他家的事 對不對 就像去年的被動元件 董事長怎麼喊 都不用負責任 所以有人常常講 真的是開公司賣股票 是最好的工作 因為董事長出來什麼講話都沒關係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隨便講的 根本就不是真的 他講未來 但是他不負責任 所以他根本就是假消息 這種消息大概佔 報紙的一半以上 一半以上 因為沒那麼多真的消息可以播 所以這一種就是如果看到的話 都不要相信他 就完全不要看 如果股票如果大家都在買 算你趕快賣一賣對不對 對 類似是這樣子 對啊 那第二種感覺它是真的 譬如說三月營收創新高 它是真的消息 但是它死掉了 它過去 它不是新聞 那個叫舊文 我報導昨天以前的事情 那歷史 股價是反映未來 不是反映歷史 所以我們說只有一種消息 我們要把它認真找 所有的報紙所有新聞裡面 每一天大概只有10% 是這個會賺錢的新聞 這什麼新聞 第一 它講真的 而且是未來才發生 一個月才發生 兩個月才發生 譬如說 這邊有一個關鍵的 搶公筆電 五月 五月掛牌是最重要的 表示說五月份 五月九號 這一間公司會掛牌 那我就請問 現在才四月底 它就跟我預告 五月九號它會掛牌 五月八號 九號 十號 工商時報 或經濟日報 這兩個最有影響的報紙 會不會再報這間公司 一定會啦 所以你已經知道 未來報紙的頭條了 它現在這不是頭條 這事實上只是副版而已 它不想給你看到 但是它可以主力看的 所以這個公司做什麼 做筆電 藍牙耳機市場 所以那個時候 藍牙耳機的相關股票 會不會跟著有機會 就有機會囉 因為那個就是未來的新聞 所以只要看到有未來性的 就是可以投資 對 這是消息面 它有明確的時間點 掛牌的事情 它明明就會寫五月九號 所以它是未來就發生 這樣不會有假新聞嗎 這種 它五月九號一定要掛牌 一定要掛牌 沒有掛牌怎麼辦 你要掛保證嗎 他們已經通過了 對 通過 例如像我們每一年都有市貿展 市貿展展廣 通常前一年就要預約好了 所以同志朋友們 現在趕快到市貿官網 你就會知道五月有什麼展 六月有什麼展 六月有什麼展 七月有什麼展 展展的時候 究竟很多類骨的力多 通常報紙也會去登 我們報紙記者如果跑去 譬如說跑去筆電展 我會說筆電現在銷售很差 不會啦 我們都花錢去電腦展了 怎麼可能還會報不好的新聞 所以那時候筆電力多呢 就會特別多這樣子 所以這樣就是未來 可能我們可以抓得到的一個新聞的方向 是 但是我們很關心2019 有什麼題材可以讓我們賺錢 什麼題材喔 我們剛剛講的五月份掛牌這個很重要 剛好就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題材 叫做什麼 藍牙耳機啦 我們先看藍牙耳機的這個市場 最後先最後一章 因為剛剛講到 什麼叫做真無線藍牙耳機 我想看 手上拿出這東西 沒有對不對 這叫真無線 打開來它是亮綠燈喔 可是它正在充電喔 一打開它馬上就跟我的手機連線了 就這麼快喔 以前我們的耳機是 為什麼叫真無線 是它連左耳跟右耳 都沒有線了 這很難喔 以前我們左耳跟右耳一定要有線 這是兩邊的音頻才會同步嘛 對 如果你沒有線的話 它一不同步你聽起來就會受不了 對不對 但是他們經過這個5G啊什麼的 高頻的速度 現在已經可以要做到同步了 是 如果左耳跟右耳接收的頻率不一樣 聲音就不一樣囉 所以它是一個很難的 跨時代的一個演變 所以 小路你沒有是不是 我沒有 我沒有 所以現在大家都沒有喔 我都只有有線 趕快去買一組 你懂什麼 等到 你要先體驗喔 先買耳機 先買耳機再買股票 就好像 都沒有自衛型手機 先買股票 先買股票 先買股票是不是 那再買耳機 長了以後你要買多少耳機都有啊 也是齁 對啊 就像當初沒有自衛型手機 到人手一台 那就叫趨勢 現在沒有人 很少人有 很少在路邊有那種耳機的 但是通常有線的啦 或是很大支啊 很少像這麼小顆的 等到 現在大家都沒有 大家都有 而且這個 藍牆無線耳機很可怕 你知道為什麼嗎 很容易丟啊 因為那麼小顆 淘寶就丟 又再買第二鍋喔 所以現在每個都兩三個 自衛型手機嘛 所以 以前的手機怎麼樣 我有買過一副 沒兩下就沒電了 用三十分鐘就沒電了 對啊 所以這手機最重要 電池最重要 它的鋁電池 做很小顆 然後呢 又可以續航很久 像我這個電池拿起來 你有投資這一家對不對 一直叫我們去買 投資技術 投資技術 買幾年學起來 大陸的小米 這個無線藍牆耳機 它一推出 一天就賣光 一天就賣光 那蘋果推出來的 藍牆無線耳機 也是熱賣喔 所以它是趨勢喔 那 現在這個手機拿起來 耳機拿起來 它可以用兩個小時 再拿回去這個盒子 不是這不是盒子 這充電盒喔 又可以再充五個小時 所以一整天就靠它了 所以這電池是誰做的 就有一間公司 叫6558的性能高喔 它現在還沒有賺那麼多錢 但是股價已經從 25塊漲到75塊了 為什麼 表示市場都已經知道 這是未來最重要的一個趨勢 我想看看法人 他們怎麼反應 對 所以到時候你要去看 我們今天講是長線大趨勢 短線怎麼操作 趕快回去 我們富雄的一線兩面 來好好的操作它 因為短線跟大方向 要分開看嘛 對不對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5G 我說藍牙耳機未來一定有 不可能沒有 5G也是明年後年 未來一定會發生的 而且韓國跟美國 現在已經率先 這幾個城市開始使用了 對 所以它一定會發生 它還沒發生 那就叫趨勢嘛 那目前最熱的一個族群是什麼 我們說這個5G 裝到手機裡面 如果手機用5G 速度很快 有兩個會很熱 因為你手會一直滑 手會很熱 手機變成一直滑 手機也會很熱 你知道嗎 所以手機需要怎麼 我知道你買醫療股 買那個什麼鐵打筍上的 工袋 這個也會很紅 另外手機很熱怎麼辦 要散熱元件 它裡面這個鐵片就很重要了 所以你看到雙紅呢 這個3324的雙紅 它是做散熱元件的 從這個地方大概十幾塊 漲到161塊 這個雙紅跟剛剛這個性能高 都有一個特色 它創歷史新高 我們說今年最大的標股 我們說最大的主流 它一定有一個特色 它會創有史以來的新高 它才會萬里無雲嘛 可是公式產業也成長到一個 有前所未有的地步這樣子 所以散熱元件跟5G相關概念股 還有我們這個電池 我們的這個針 要講針喔 這跟無線藍牙耳機 大家都可以好好的留意 會不會到節目播出之後 它也變是真的 但是它已經過期了呢 除非你看到人手一個 它還沒有嘛 所以我們先起碼自己要有 所以我趕快買一個來用 一用我就要按上它了 因為很方便 我一拿起來它就連線了 至少沒有股票 還有耳機啊 對我這隻藍牙 再充兩個小時 再充五個小時 這耳機非常危險 拿起來的時候耳機在旁邊 就連耳機 拿起來車子在旁邊 它就連車子喔 它連線速度非常快 非常快這樣 一千花連半電一下很快就有了 所以真的是先體驗一下新的科技這樣子 是 那我想請問你之前在書裡面有提到 其實如果跟散戶如果對坐你就會贏 這個我覺得很好奇 你到底是怎麼看這件事情呢 對我們說投資人 最難賺錢的就是因為它有一個散戶心態 散戶心態 什麼叫散戶心態 散戶心態就是怎麼樣 追高殺低啦 那很多人都有 並不是你錢少喔 我們說這個當然 一般的投資人錢比較少 但我們普稱散戶啦 但是散戶心態 有時候有錢人也有散戶心態喔 像某一間證券公司的董事長 他就買了宏達店 一買你知道他輸了多少錢嗎 輸了一百億耶 一百億 一千多塊去買喔 然後到兩三百塊才賣掉 完全不聽順 然後也沒有基本面的認知 就很嚴重 所以他這是一個散戶心態 表示他並不是一個成熟的交易人 那我們說只要避開 或說讓我們自己戒掉這個散戶心態 我們就會賺錢 他說我怎麼這樣戒掉呢 我們先把散戶抓出來 如果你今天下樓 你本來很想買玉金光 或買宏達店 就你下樓吃麵的時候 聽到賣麵老闆也要買宏達店 你跑過去想要買個蔬菜 就發現賣菜的老闆娘 也要買洪達店 也要買洪達店 不買 當然就不買了 那我現在可以一口氣把全台灣 這種散戶全部抓出來 你們去網頁上打四個字 股權分散 因為現在全部都電子化了 所以他每個禮拜都會公布 一間公司的股票的分散狀況 我們找一間公司來當例子 這我們經過統計後的一個數據 就這個 上面這個是6121星譜 它是做電池喔 然後下面這個綠色柱狀圖 是我們去統計出來 十張 你只有持股十張以下的這個散戶人數 持股只有十張以下 三張啊 一張啊 六張啊 九張也都是散戶 因為你嚇到就亂賣了嘛 你如果有三百張也會亂賣嘛 就不會嘛 所以 兩三張三五張都叫散戶啦 那你可以看到喔 他從去年 從今年一月 到現在呢 這個人數從最高 14600 13人 一直下滑 所以說股價漲喔 這先看三張五張六張 他就抱不住 算10%他就想賣 算15%他就想賣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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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賣到現在相對高點 他只剩下12756人 少了快2000人耶 這是全台灣的數字喔 可是全台灣的這些持股少的人 一口氣少了2000個 都賣掉薪博 那是什麼 他們都賺錢賣的啦 那你覺得 他現在長到290了 我之前230賣 240賣 250賣 我都好想買回來嘛 你覺得會跌回來給他買嗎 基本上是不會啦 我們說 你跟法人 你跟外資 有時候賺有時候賠 你跟投信 有時候賺有時候賠 所以你都不敢相信嘛 但是全台灣只有一個籌碼 30年來的勝率是百分之百 就是散戶 散戶30年來的敗率是百分之百 沒有一年賺錢啦 所以我只要跟著散戶怎麼樣 反著做 透過這股權分散 發現這個人數越來越少 他賺錢的機率就很高 當然有時候賺有時候賠 但是你相信 你只要跟著一年 每個國家都這樣做 每一年的報酬率一定是正的 因為你絕對不會看到 年底出現一個新聞說 今年散戶從市場上狂賺30億 有這種奇怪的新聞嗎 都還沒有啦 好像沒有聽過 都只有外資狂賺30億嘛 OK 明白了 所以我們就要剩散戶反著做 我們的勝率就會大大提高 就不能有傻乎心坦 對 你剛剛提到一線兩面 真是因為我很好奇 是不是只要有了一線兩面 掌握訣竅之後就不用盯盤了 就不用讓我心情七上八薩 每天在那邊進出個 焦慮的那麼多次 對 我們說 我們出的前兩本書都叫做 不看盤 獲利更簡單 書名就答案了 你投資朋友是很難借掉看盤 當然新手可能不會啦 但是投資久一點的人 很愛看盤 因為看盤怎麼樣 績效就越差啦 對啦 所以我們給大家一個方式 讓大家可以不要看盤 我們說 第一 你要買零股 買零股 透過零股是一個很好的交易方式 你說大力光現在4000多塊 買一張要400多萬 對 我說我秀我的庫存有大力光 比我秀我的藍寶肩你還好 對不對 400多萬啊對不對 所以還比較有實力啊 但400多萬誰買得起 大家都買不起 但是大力光一股才多少錢 才4000塊而已 我們買個兩股可以啊 買個兩股才8000多塊而已 大家都買得起啊 那買零股有個好處 第一 現在零股呢 成交量非常大 因為以前我們都要打電話下來 我們那時代 我那時候買零股很丟臉 不然是我買兩股 他說兩股才不想幫你下單 對不對 小戶嘛對不對 那現在都是用手機下單 24小時你都可以丟你的零股預約單 他只要不是下單時間 他就變成預約單了 所以隨時隨地都可以下單 所以大家都可以隨時下單 所以他的成交量很大喔 每一天都是幾萬股的零股在交易 大部分的股票都是這樣子喔 所以不用怕沒有交易量 第二你就可以用小錢累積經驗嘛 多貴的股票你都可以買 你不要說我買不起 所以我不能做大利光 我不能做預金光 我不能做台積電 都可以做 你就拿得當藉口了 台積電一股才200多塊 誰都買得起對不對 第三 他的最大好處就是盤中不能下單 盤中不能下單意思 譬如說突然美國大跌300點 你手上有股票 一開盤一直跌 跌100 跌200 跌300 你就嚇倒 趕快想要賣股票 不好意思零股盤中不能賣 你就很想賣很想賣 但是不能賣 一到收盤你就不緊張了 就不會賣了啦 因為盤中我們看到急殺就想賣 急拉就想買 但是你透過零股盤中就不用看盤 那你買的股票數量進了也不大 就不會那麼緊張了 那盤中不能下 到底什麼時候才能下呢 我說我們可以夜深人間 好氣喔 就起來夜做一個夢想的時候 就像你在海邊要奔跑的時候 作夢夢到 就把所有煩惱的事情都處理完了以後 回來家裡用電腦 研究一下自己的工作 然後把自己的規則 心靜的時候是不是 對有些人是這樣 開會開到一半 然後去通過唱廁所的時候趕快下單 你覺得這樣會賺錢嗎 我們是像我們這種專業投資的是 明白 8點就準備好備戰了 那很多上班族是盤中不得已才下單 對不對 他偷偷摸摸的 他們一定會輸錢嘛 你其實會被影響這樣子 是 好那但是你看喔 這短線啊 我們要爆 到底要爆多久 你說短線 你說大概都是一個月到兩個月中間 所以我們才用20日的移動平均線 所以一年 你看一個月做一次兩次 對不對 那一年大概就做十幾次這樣 十幾次二十次這樣子而已 所以基本上次數不會多 所以不用天天殺進殺出的啊 對 我們說我們不要被盤抄 我們要抄盤 當盤式完全符合我們所要的 我們才下單 盤式看不懂 就不要下單啊 就這麼簡單 是是是 所以今天有學到嗎 非常多我覺得 你剛剛講到我們短線的操作幾個方法 但是每一集我們都會問說 你停歷停損應該要怎麼設點 我們說停歷呢 投資朋友可以看自己習慣 因為現在賺10% 他飯就吃不下了 你就設10% 還可以設20% 我們習慣是設20% 那我們停歷呢 我們就停歷一半 一半 剩下的一半呢 我們就不停歷了 我們說基本上最好的交易啊 是停損不停歷 停損不停歷 因為像剛剛那雙紅一漲漲了三倍五倍嘛 如果你每次都停歷 你就賺不到大錢 我們說交易就是 10次裡面怎麼樣 只賺4次 但這4次假設都賺20% 你是賺80%嘛 這6次都虧10% 你才虧60%啊 所以你經過了10次交易 雖然虧的機率比較多 你還是賺了20% 但假設這4次 其中有一次是賺50%或80%呢 你今年績效就會往上了 所以不要隨便停歷 真的受不了 就停歷一半 剩下一半就照我們的那條 20日的移動平均線 它沒有跌破之前 你就一直爆這樣子 是 但是呢 我覺得不管再怎麼樣 你的盤桿還沒練出來的時候 股性還沒習慣的時候 對 那實際上還是容易買到地雷 對 那你說怎麼辦呢 很多人都覺得說 他常常問我們說 怎麼樣才不會買到地雷 我們說地雷有一個特徵 就是公司財報出問題 公司程序出問題嘛 你說 我們不是 我們說 但是這個出問題之前 會發生什麼事 董事長拿到會計的財報 發生出問題了 他第一件 第一時間會跟賞戶講嗎 馬上召開 當然不會 對啊 趕快跟總經理的大股東啊 對不對 那自己怎麼樣 我說我給你一個禮拜的時間賣股票 一個禮拜後 我就要公佈公司出問題了 所以這一般公司就會 莫名其妙下跌嘛 所以當公司下跌 跌破月線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了 它可能會有風險了嘛 是 所以一旦跌破月線你就賣掉 就很難碰到地雷股了 是 加上我們都有資金控管嘛 每檔最多買10% 真的很倒楣 來不及跑 也就10%而已 好 接下來呢我們有朋友要問一下 我們看一下QA喔 您說主要是看法人買賣股票 那我要從哪裡得知法人的資訊呢 好 法人買賣要從哪裡才能知道呢 法人買賣現在各大看盤軟體 然後說許多的股票網頁都會有啦 是 那資訊法人有分三種 分外資 投信跟自營商 然後我們就建議大家呢 中長線看外資 中長線看外資 短線看投信 那大型股看外資 中小型股呢看投信 然後它的參考性會比較有價值 那自營商就不要管他們 自營商比較沒有參考價值 個人比較有價值 是是是 好 來我們看看網友還有什麼樣的問題呢 那我想請問專家要怎麼透過月線來買賣股票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一般常用的一個看盤軟體 你看裡面它有三條線 我們說一般可能很多線 線越多 你就越花 對啊 所以我們要去設定裡面呢 我們把這個線全部把它取消掉 我們說那種看不懂的線就把它拿掉 然後呢我們去我們的這個參數設定 你說這邊有很多個數字對不對 我們說我們只要20這個部分就好了 20就好了 所以把天數也拿掉 只剩下20日的均線 一拿掉 我發現說好清楚啊 它就只有一條線在這個螢幕上 線上面就是多頭就可以買 跌破這條線呢 我們就賣出啦 這樣交易就變得很簡單 他說所有的指標都會有一個特性 就是有賺有賠 那當它越複雜的時候 你就越搞不懂 為什麼會賺 為什麼會賠 當我們的線只有一條的時候 你就知道多頭的時候你就賺錢 盤整的時候就沒賺錢 空頭的時候就不能買 當線越簡單 你的交易呢 就會越來越簡單 好 明白 所以這條均線就只有一條 就這麼簡單 那很多人喜歡加很多線 很多指標 複雜的 他只希望做到一件事情 希望可以不要虧錢 但事實上沒有一個指標做得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看前面講的 我們要先接受虧錢 是 那你可以接受虧錢的時候 當它賺錢的時候 你就可以迎接 我們說 它都是賺賺賠賠 那我們要接受什麼 小虧 但是迎接大賺 好 我也可以接受大賺 對啊 但是要先接受小虧 它才有大賺這樣子 明白 今天謝謝大家大家 謝謝 謝謝 阿斯P0 股市百優姐 我們再想想其他的 退火 對 降火氣是不是 降火氣 對對對 玩火不到的火氣衝到 好可怕 你新的火氣 很多人都在帶火氣 你必須了 藏起火氣 你 inviting不見